在冬時天色陰霾 柯農好嗎 早上八九點 柯農就會從海面收完 蚵仔回到了港邊 但是凱米颱風越來越近 柯農是搶在最後一刻 能收多少是多少 除了搶收蚵仔 原本在外海的柯棚 柯農做了防台措施 整片拉回漁港 兩兩固定綁好 避免風浪過大 讓柯棚碰撞之解 冬時蚵仔肥肥胖胖 蚵仔料理是觀光客的必點 柯農擔心趕快搶收 而對餐飲業者來說 也怕衝擊暑假市場 蚵仔肥胖第一 你把蚵仔海上颱風的時候 會快出海 我就處理海採收 然後會怕說 蚵仔肥胖胖胖胖胖胖胖 就變蚵仔散用的變賬 業者表示 夏天的蚵仔相當肥美 但是颱風帶來的風浪 會讓蚵殼蚵架撞擊受損 只要確保不受影響 颱風前夕 蚵農們盡全力捍衛資產 三連新聞六國熊志宇榮 嘉義報導